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 观光传播局订定电影院违反 禁贷外食公告裁罚基准 即日起如果有电影院禁止贷外食 最高可以罚2到10万元不等的罚金 并且可以连续开罚 民众到电影院看电影 这回可以携带外食进场了 因为观光传播局从即日起 订定电影院违反公告 禁止外食定型化契约 业者若是违反规则 最高可罚2到10万元不等的罚金 观光传播局这边 针对市议院禁贷外食 到目前为止 只有才来罚美丽华大致影城 这一家 因为这一家它有四个影厅 全面禁贷外食 违反电影院的规定 所以我们依消费者保护法 还有台北市消费者保护知识条例 的相关规定 在10月19号还有11月9号 已经分别 目前北市共有35间的电影院 其中美丽华大致影城 四个影厅因为全面禁贷 就遭官传局开罚6万元 如果业者到22号前 仍未改善 官传局表示会继续开罚 这些东西可能 跟它的禁贷项目 可能会有点 冲突或磨谷的部分 这部分可能 会发生一些消费纠奔 作为那种消费纠奔 我们是建议 消费者跟业者 要先好好沟通 如果说 发生 造成消费者 损害的 全益损害部分的话 消费者应该要 要做一个赔偿的动作 官传局表示 电影院不得全面禁止外食 不过味道呛辣 浓郁高温热汤饮品 或是食用时 会发出声响的食物 则可以口头告知 消费者不得攜带 不过全面禁止 则是违反了规范 中家台北新闻 刘德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